不過這一個月中全世界也在觀察 老美跟這一個歐洲國家 確實五月份很多人Reopen 很多國家Reopen 那Reopen之後呢 全球要面對的下一輪的挑戰 是來自金融跟經濟的 確實 尤其我們看到這一波美國 靠這個強力的QE的暫時 把市場穩定住 可是整個經濟活動跟股市的表現 其實是兩極化的 所以現在川普就很急了 所以你看到這兩天 他就開始喊出來說 美國也要實施負利率 那實施負利率的道理很簡單 我就是要把這些錢 你以前都存在銀行 不消費不投資 我把你都逼出來 所以這個川普你看他說什麼 他說其他國家正在享受 這樣子帶來的好處 所以美國呢 也應該享受這份禮物 他居然把負利率用禮物 GIFT這個字來形容 可是真的負利率真的有好處嗎 我們先看到那個下面的圖形 是美國的GDP的走勢 跟利率的關係 你看那圖形紅色的是美國這幾年的利率 那一根一根的是他的GDP 我們看到過去經濟海價之後有一段時間 他很長都是利率都是維持是最低點 好那後來經濟轉好了 所以上去了 可是看到一八年美國經濟達到高峰之後就開始下來了 所以美國這幾年也一直在降息 好那當然知道大家都知道現在已經降到最低點 可是覺得最低點他也覺得不夠 我就是要讓他變富的 好那現在全世界有幾個國家跟地區是負利率 所以我們來看這些正在實質負利率到底有沒有好處 我們先看到瑞典是全世界第一個實質負利率的國家 他們大概14年15年就開始實質負利率 好你看到開始實質負利率一開始 其實剛開始15年那邊他的經濟其實還是繼續下來的 對 是實質一段時間之後經濟才開始往上 可是你看到後來瑞典慢慢把利率又升回0的時候 經濟又下來了 好那歐元區可以說是全部裡面算是比較成功 實質負利率 可是日本也是一樣實質負利率也無效 好那川普想要這麼想 那市場怎麼想 來我們看到這個是美國的這個利率期貨對於這個股 對於這個利率 到底會不會有負利率的反應 大家可以看到我下面那個框起來那個地方 你看到原本金額基本上是以100為基準 他如果超過100 其實就意味是可能實質負利率 所以目前市場其實預估美國確確實實 可能在明年初就會有負利率的情況 好所以大家不免想到說那台灣會不會 所以這幾天我們的楊金龍央行總裁 在接受質詢的時候也特別斬丁節點說 台灣不會實施負利率 因為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狀況比美國好很多 另外一方面其實負利率有個很大的問題 是對銀行來說是很大的傷害 再來就是台灣民眾喜歡存錢 美國人不喜歡存錢沒差嘛 台灣民眾喜歡存錢就有你負利率 那你叫這些喜歡存錢的這些老百姓怎麼辦 這是一個大問題 對經濟其實不是好處 好可是我們看到目前其實這個國際上 很有名的信品機構會議其實開始對我們台灣的一些銀行 覺得你會有問題 所以你看到最近有三家銀行已經被調掉調降 他的展望包含的 都是中小型銀行 對比較中小型銳行銳行跟金城銀行 那調降展望的意思是 我準備把你調降平等 那只是暫時還沒有有點算警告性質 那不只銀行有狀況 其實保險業的問題更大 因為現在金管會對這個保險公司這幾年來 他們賣儲蓄險很有意見 他現在要求把利率降低 好而且最近最新公佈 要求七月一號以後開始實施的 三年期以下全部都零利率 零利率你叫保險公司怎麼賣保單 就算六年期以下 六年期都只有0.75 臺灣銀行現在一年期定存都還有0.82 你叫保險公司賣六年期保單只有0.75 他怎麼可能賣 所以保險公司 未來六年以下的這些儲蓄險 通通一定都會在市場上消失 六年期以內的儲蓄險 是保險公司最大的金主來源 他們一大絕大部分的業績都靠這個 當他們不能做怎麼辦 好那再來科技業 很大的問題就是匯率的問題 我們看到從第一季到現在 臺幣三不五十就可以出現二字頭 也就是臺幣升到剩二十幾 所以臺幣這幾天都是二十九點八 或二十九點九 所以我們看到科技業就面臨很大的會損 你看到我們看到我們這個 所謂的電子五哥 這些公司在第一季 基本上都已經有會損 我們就不說了 光現在第二季開始 光一個四月份 你看到光和光華碩第一季 他已經會損就已經持久億 大力光也都在虧損 而且台積電他是動作比較快 他知道這個問題比較大 所以他就直接用美元交易 可是還有保險公司 因為保險公司也有很大的部位在外幣 所以比他們光一個國泰人壽 跟富邦市場上兩大龍頭 已經提列了大概八十幾億的 會損準備金 哇你看這個問題有多大 比較開心的問題 就是 更多危險